什么样的PC才是最好的PC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作为UMPC的复兴者 GPD也有着自己的标准 威而不惭 银而不易 恰到好处的度就是GPD人心中的标识 那么这个度在这台Win Max 2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台Win Max 2有着十寸的屏幕大小 得益于这超着的边框 它比上一代的Win Max 1只稍稍大了一圈 手感基本上是感觉不到变化的 但是8寸800P到10寸2.5K 那个管杆上的升级 那就是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这个屏还支持10点触控 以及4096级压杆 想写就写 想画就画 因为Max 2的目标是一台全方位的掌上游戏版 所以它配备了让人叹为观止的极为丰富的接口 有适合摄影圈的极客的SD跟MicroSD 有让游戏玩家狂喜的USB4和雷电4接口 3个3.0 还有全尺寸的HDMI 以及极为先进的3.5mm的耳机孔 作为一个臭打游戏的断网堪皮断粮 OneMax 2同时也配备了4G网口 轻轻松松覆盖所有游戏世界 同时为了照顾玩家储存不足的忧虑 GPT在底部还加开了一个PCIe 2230的硬栏口 绝对让你高枕无忧 4个声道完美解决了手持是音波传导的导向性能 侧端指纹开机键可以让你在不开机时直接将机器唤醒 OneMax 2就配备了这款万众瞩目的芯片 6800U 一个身体里流淌着RDNA2的血液 在双通道RPDDR5-6400的强劲心脏的支撑下 能傲视所有核弦 甚至比肩中端独弦的存在 配合双通道涡轮风扇 散热永远都不会成为阻碍CPU发挥的瓶颈 在双通道的加持下 6800U的GPU性能比上代的VEGA高出三倍 直接一跃到顶峰 为了搭配这颗CPU GPD也直接给出了32GB的大类存供玩家选择 多任务多开 各种虚拟模拟都不在画像 当然 6800U的强势并不意味着1260P的囤式 相反的1260P在单核多核性能以及物理渲染 视频编码方面都是完全超出6800U的 有需要的玩家可以自己斟酌 Winmate 2之所以不同于市面上的所有的笔记本 在于它除了应有尽有的长规配之外 还多出了这一副类质的手柄 无死区霍尔电磁搖杆 Veta风格的十字键和ABXY 电竞及线性扳机和自定义备件 这一套组合下来 无论是做生产力工具或是作为游戏设备 都是游刃有余 此外 面向体感游戏玩家还提供陀螺仪支持 当然 作为一台正经的笔记本 在酣畅鸣的游板之后 我们也是上得了正式台面的 亦或是咱们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玩家 无须遮掩 英机长空 鱼翔前底 万类双天 尽自由 畅辽阔 稳苍茫大地 谁主臣服 在这多元化的时代 在这信息化的时代 只有脚踏实地 才能行稳致圆 才能进而有为 相信WIMAX2 绝对是GPD在2022年 给大家的一款商务与游戏并重 颜值供性能齐飞的诚意之作 我讨论是GPD在2022年 我讨论是GPD在2022年